澳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 他在12月1號訪問大陸 而且要跟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要舉行會談 討論一系列全球挑戰 大家共同關心的話題 要請教楊老師 這四年來的第一次 他背後的意義 您會怎麼看 米歇爾算是歐盟的 兩個主席 一個叫理事會主席 那是會員國之間組成的 一個理事會等於是最重要的 最核心的決策單位了 另外一個執行委員會 那個是馮德萊恩他也是主席 所以我們講歐盟是一個 叫做超國家組織 所以他代表的就是歐盟這些國家 他在 之前是做比利時的總理 所以他事實上是非常有經驗 雖然他很年輕也40多歲而已 可是他在上個月初的時候 中國大陸有個進博會 進口博覽會 他也有一個錄影的視訊的發言 就被砍掉了 我本來以為說他可能就因此 不會到北京去了這一次 但是很顯然因為他還是 北京這邊還是一樣 我們照表超客 你來 而且習近平會見你 所以我想他還是來 但為什麼那個被砍掉 因為他在對中國的 錄影的內容當中 他談到我們歐洲要平衡 跟中國的貿易 不可以太依賴中國 這樣子的談話 在這樣一個情況 我覺得也滿特殊的 所以某種程度他要表現出 但是這一次他來 我覺得很清楚 歐洲已經採取了 就是政經分離 面對俄烏戰爭 面對印太戰略 這個當然可以跟你美國討論 但是經貿的事物 就跟你馬克宏 跟在之前的蕭姿 我剛剛談到的一樣 現在的米歇爾 是有同樣的任務來 如果他因此取消掉說 你砍我的綠穎袋 我不來了 那他大概主席也不能做了 因為他代表的是 最重要的歐盟的利益 而某種類似的